資財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美股昨晚上升 升109點 但和今日港股都高開 高開90點 在58分鐘後就見船約最高點 靠近24,000 不過之後就下跌 由高位回下來 收市之前的5分鐘就做到最低點 23,769點 恒指收市價23,789點 下跌了13點 跌幅不算太大 不過意義方面就不太好 因為由高下低位收市 成交方面減少了 剩下627億 今日走勢方面就不太好 我自己本身之前估計的期指 今天走了貨 走貨價多少呢 23,790點 全部期指走了 吃了糊 先離場 如何看後市方面 和大家再解釋一下 先看圖表 今天走勢方面來說 其實走勢就不太好 因為大肆早段來說 其實是高開的 受於美股的帶動 美股昨晚升了109點 所以今天講過也高開90點 不過高開幅度就不太合比例 其實高開幅度是小於美股的升幅 前一小時向上走 不過其後來說就跌倒下來 最重要是跌到低位收市 今天收市來說 雖然是微跌13點 但問題是由高至低那下來說 是最重要的 近期走勢來說 國內股市拖低港股 外圍方面其實對港股是有利的 外圍方面是說什麼意思 我們說美股 看回美股的走勢 美股方面走勢來說 由去年12月頭開始計算 當時買1點 到現在接近12000點 升幅來說有1000點 你說1000點很少 以美國來說 美股計算是1000點很多 因為美股的大幅度 所以升幅來說 牽涉各方面的力量都較為大 所以這裏的買盤要很大才推得高 美股方面是說 到多少度一個目標的頂 我們看走勢來說 看日線圖的美股 是看不到什麼特別意思的 我們試試轉回去 看什麼呢 看周線 周線方面來說 看回美股 再上到多少度 在走勢方面 就差不多要看這個幅度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周線是美股的 這個幅度 大概圍回多少度 13200點左右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再上來來說 大概13200點 這個幅度來說 就是下一個目標區 至於港股方面 你說近期是不是很弱呢 港股弱勢是會有 留意一下 我們之前所提及到的 平均線方面已經收窄了 MACD來說 你見到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那是怎樣 這裡來說 都是回0的以下 我們說這個鼠狀圖 那你說 那這些信號負面 我之前我也沽期指 由這些位置開始沽下來 那其實 可以再看久一點 為什麼這麼快走 因為做賣賣來說 有時候考慮到的問題是 不可以吃得太盡 在這個階段來說 你說再跌 沒有錯 是對 有機會 但我看的幅度來說 到這裡 就是目標 這裡是三分最低 大概23500點左右 你想一下 如果這裡再下去來說 其實你發覺有些難度 因為 基於現在接近新年 變成這裡來說 其實膠頭應該會淡靜了 所以看到今天的成交來說 都已經減少了 留意一下我們的計算 由這個部分 上個星期四開始計算 上星期四計 港股跌416 成交有825億 然後星期五跌127 成交有780億 星期一來說 跌75點 成交647億 今天來說跌13點 成交627億 跌幅來說 慢慢慢慢 少了 而成交也慢慢慢慢低 換句話就算下降 有機會都是下降的 所以我現在自己做法就是 既然之前沽下來 高價沽 到現在利潤都不少了 算了 有時有些東西賺不盡 不如先放下袋 什麼叫做賺 放下袋才叫做賺 所以在現在的階段來說 未到最低 因為可能有機會再低一點 我都寧願先走貨 為甚麼 賺了才是自己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做1月份期指 1月來講到星期五 今個星期五 28日期指結算 所以我今天不離開 我再拖兩三天 其實都已經結算了 所以不如先吃了壺 有時走勢賣賣來講 明白到 墮落袋才是自己的 我自己的沽盤來講 就走了貨了 你們怎樣呢 有些朋友和我一起沽了旗子 做些沽卵的 你們怎樣呢 留意一下 我們再賣賣的時間來講 其實不多了 因為就發新年了 遇到新年之前來講 會較為淡靜一點 所以應該有賺的階段 盡快墮落袋了 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